請部長跟謝局長 兩位好 今天好幾個委員很關心 就是我們彈性的去增加大陸來台旅客的配額 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會增加到什麼時候 局長來說明一下 這是從這個 哪一天 11月21號開始到明年的2月29 這是哪一種旺季 以旺季來講的話 這是台灣的這個陸客來台的最旺季的一季嗎 11月到2月其實也不是一季 很快很長 事實上 文委員報告 這也是配合這個刺激消費 是 所以不是旺季嗎 是 那這種彈性過去哪一次有過 開放這個配額的彈性 去年的這個3月到5月 3月到5月 還有這個9月12月 那開放多少 開放多少 那開放3千人 也是開放3千人 也是開放3千人 那績效怎樣 事實上對於陸客的部分是有成長 有沒有滿額 有沒有滿額 有滿額 有滿額嘛 是 那你們預期這一次的開放會不會滿額 我估計 如果說 因為目前是進入這個選舉期間嘛 那對於那個陸客 還有交流團 它會少來一些 我想這兩個部分應該會把它平衡掉 會少多少 為什麼選舉期間都會少 過去選舉期間少多少 大概少15%左右 如果超過15%就是人工喔 就是刻意的喔 刻意在選舉前減少喔 那目前有沒有跡象說 陸客來台被操作一種懲罰 或者是一種威脅 然後減少的趨勢已經很明顯出現 目前還沒有這個跡象 目前還沒有齁 目前宋建還是非常踴躍 說一下 宋建有很踴躍嗎 目前宋建量還是在3、4千這樣子 宋建量3、4千什麼意思 3、4千人 劍數呢 劍數大概 劍數 一人一劍 沒有 一人一劍是那個嘛 那個部分我想少的會比較不明顯 因為那個是個人嘛 我說的是團客 團客的宋建數大概維持多少 團客的宋建數目前也是大概3、4千左右 3、4千劍還是3、4千人 他之間劍人 人次 就是每人一劍 人次還是劍數 劍數就是 劍數就是人數 對 他一人一劍 一人一劍 所以劍數就是人數嘛 你對這個數字的掌握很明確知道嗎 因為是看那個移民署上面的宋建資料 對 所以宋建數你堅持 你確定喔 還是每天3、4千嗎 可能會以移民署的確切的數字為主 以移民署缺切數字為主 另外那個局長 我們兩岸之間的旅遊 其實最重要的談判桌的雙方 就是你們的台旅會跟大陸的海旅會 那選舉在即有風聲啊 就是中國大陸恐怕就是會減少路客嘛 好 那你們有沒有去談判一下 不要用這樣的政治操作 最近有沒有去談判 我很明確跟委員報是這樣 我們是有做這樣的一個表達 什麼時候去談的 呃 是 是上禮拜 上禮拜 對方怎麼回應 對方態度怎樣 他們的 他們並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但是對於 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表示他們要政治操作囉 對 對 他們要政治操作 他們有說明這個現象是說 這個每次到了選舉那個時候 第一個 因為怕這個路客去參加這個選舉一些場合 所以他們會減少 所以他們路客自己本身意願會減少來 好 那我們另外對交流團這個部分 因為交流團有些是公部門 有些是公營企業的 也會減少啦 這部分也會減少 好 所以你們其實已經知道了 這是幾月幾號 蛤 呃 這個是上禮拜的事情 好 這種事你們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選舉一月多 路客會減少 在路客會減少的時候 大張旗鼓宣布增加配額 這什麼意思 有用嗎 這時候大張旗鼓增加配額是實的還虛的 虛張聲勢啊 這個部分也是為了 欺騙 欺騙 所以 看一下 你明明知道人家已經告訴你會減少來客了 你明明已經知道政府已經海旅會跟台旅會已經談過了 已經明確的知道海旅會給我們的訊息 就是路客會減少 你偏偏在這種時候 有總統耶 去宣布要增加八千 增加三千人變為八千人 你知道本席從業界聽到什麼聲音 業界告訴我 欺騙我們何苦來摘 欺騙啊 他們覺得是欺騙啊 不可能的嘛 然後呢 那個朱立倫總統候選人講了什麼話 還用路客會不會減少拿來做選舉議題 然後逼問蔡英文 你有沒有能力保證路客不會減少 因為路客已經減少了 逼問他你有沒有辦法保證 他當然沒辦法保證啊 不要做這種操作 還有 你們的神經麻痹啦 剛剛回答我說 申請數沒變 還維持三千多人 然後以移民署的統計為準 要不要改變一下 要不要改變一下你的印象 最後給你一次機會 來 你最後一次上移民署的網站看是哪一天 剛剛看的那個數字是 自由行的部分是六千六百多 十七號 那個 十七號 十一月二十七號 然後 二十七號 對 優職團跟一般團 目前加起來是 兩千兩百多 那 來啦 我給你看啦 那個個人有的是 你看一下這我剛剛上網摘下來的 對 對 還有五千九百九十 到十一月三十 才一百一十六耶 一百一十六個人耶 大幅減少到剩下四分之一不到喔 你看那個個人旅遊送件數 哪裡 還很多 但是 你怎麼痊了 以前都幾抱在那裡排隊的 部長 你們徹底的把洛克來台再做選舉操作啊 我想這樣子啦 大概或許對方有對方的想法啦 但是從台灣的立場還是期待 那麼這個旅客的量還是穩定的成長 部長 我不是在談這個 對方有對方的想法啦 問題在我方啦 我方就是明知要減少了 然後就去增加三千變八千 明知要減少趕快拿出來逼蔡英文保證 誰跟你能有能力保證嘛 人家已經跟你講要減少了 你知道人家要減少的時候做這兩件事 我要談的是這個啦 不是談對方啦 談你們啦 怎麼可以這樣搞啦 明知會減少 然後這時候大方的提高配額 其實業界覺得 唉為什麼這樣操作我們 業界告訴我啦 觀光業界 從業人員 一百萬人啦 你們就是想要操作2012時候的恐民進黨政啦 2012的時候觀光業界確實因為害怕不支持蔡英文啦 你們又重新想要操作一次啦 業界已經懂了啦 而且這一次你操作過當 去講那個八千人的 有反感啦 到我這裡來了 不然我怎麼會有這張表 我都比你們更清楚最新的數字 對不對 業界有反彈啦 不要這樣操作選舉 用陸客來台觀光 操作總統選舉 太不應該 尤其這種時候陸客要減少的時候 叫蔡英文保證陸客不會減少 還沒選就已經減少了啦 朱立倫保證選錢不會減少 才對呀 這樣才對呀 怎麼會這樣操作呢 你提陸客的問題來逼問蔡英文 然後事實上陸客讓他真的慢慢少 真的就讓大家恐慌嘛 就是刻意在操作這個議題嘛 正式不幹 專幹這種狗屁倒灶的事情 回去反應啦 給朱立倫跟馬英九知道 台灣人民 處在一個資訊相對非常完美 資訊非常充分 百分之百 我一天可以看十幾個新聞台 正反藍綠 對錯正負 所有的訊息讓我客觀的評比的時候 台灣人民是耳聰目鳴的台灣人民啊 更何況業界感同身受啊 現在又是資訊開放的時代 你這些資訊 大家在網路上都看得到的時候 看你這樣操作的時候 看不下去喔 不咋 回去反應好不好 那我叫你們正式要做 你們就是都不做 我現在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看看這個 101年10月4號 本席就已經質詢的事情 本席說韓國拼觀光 其實我 我叫你們做很多次 那這是其中的一個 在觀光景點的地方 用什麼 用流動 用行動翻譯 我上面就掛 我穿著制服 然後熊啾啾氣啊啊 然後上面掛著 那個各種不同的語言的翻譯 然後在那裡做行動通譯 本席101年就告訴你們了 這是非常容易做的軟體 我還叫你們說 你們那個計程車要做新表的時候 要把計程車上面新表的集息翻譯中心弄出來 然後植入到計程車的新表 你們也不做 你看柯P做了啦 柯P做了啦 有沒有看到 事實上像韓國這種走動式的服務 目前我們已經在做了 在哪裡 在日月潭 在日月潭 在各管理處都可以看得到 沒有啊 那另外 那個計程車上 我們有一個 那個就是點線面的問題 我們有個0800 01765 這是免費的服務專線 你們沒有弄入計程車的那個 那個整個的通訊系統啊 還沒啊 而且新表也沒有植入啊 新表還要讓業者 讓那個什麼什麼叫車中心自己去植入 跟委報 我們跟中華電信合作有call center 那call center有個統計 就是目前很多自行車業者 他如果說語言方面需要翻譯都打這個電話 問題是你計程車的新表 你沒有普遍把它植入這個系統啊 還是叫計程車司機學英文 怎麼學得來說我去做外國人的生意嘛 那都是錯誤的方向啊 我的意思是正式要做 真的切記本席 嚴正的在這裡要求 不要再操作陸克來台的議題 陸克來台的議題再繼續操作 想要去影響總統選情 你們就是墮落 就是墮落 就是墮落 那我已經在這裡告訴你 反效果出來了 觀光業界 看在眼裡 心裡以自己被當作一顆棋子來欺騙 其實心有欺欺焉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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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